我们得用这个盘子 这就盘子吗 这是普通的盘子 但是对这猪肝可不普通 这个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技法 将猪肝置于盘中 上面平稳放置重物 确保用力均匀 在压力与时间的作用下 猪肝中的血水和杂质 被一点一点逼出 随着血水吸出 猪肝的部分腥味也被去除 只有在静置半个小时之后 对猪肝的处理才能正式开始 让它形成膏状 肝膏汤的膏质 它是我们整个菜品的一个口感 最终成型的膏 它是一个形态很完整的 一块膏状的一个东西 把这个肝做成那个肝泥 刀背反复快剁 后时的猪肝逐渐松散 白色的筋膜显露出来 随着血管与筋膜一同被抽出 绵密的肝溶同步形成 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变成膏的形状了 还没有 还不算 还不算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一个马胃 大葱生姜切大块 再放料酒与胡椒粉 用手抓匀 静置15分钟 取一簇脆嫩的竹心 干锅杀青 这个竹心 夏天可以泡茶来喝 杀青就是把它的色味 去掉 留下来的是 就是清香 竹叶新 即竹叶的幼叶 经高温蒸发掉水分后 焦香宜人 取出已经马入味的干绒 摘出葱姜 继续用刀背锤朵加工 不断地锤朵近一小时 是对臂力与耐力的双重考验 肝中的水分释出 接近泥状 加食盐 淀粉 淡青 充分混合搅拌 一碗猪肝姜汁 让人一头入水 这现在就肝汁了 给它过滤了 还记得那个时候 第一次见肝高汤 是什么感受 喝到这个肝高汤的时候 吃到这个肝高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已经过滤好了 对 有点像山楂汁掺了点 牛奶的颜色 保鲜膜铺底 均匀涂抹猪油 陈大厨说 这一步操作 关乎着最终能否完整脱模成膏 倒入甘汁 上笼蒸制 郡中皇后竹孙 压筑亮相 简单焯水断生 极碱极鲜 集成汤品的黄金辅助 十分钟后 甘膏出锅成形 只等鲜汤加入 那还剩下这个鸡脯肉 和鲤鸡肉 对 它怎么搭配在这个肝高汤里呢 你看咱们今天把这个汤调好以后呢 汤有点浑浊 只能说它已经调成一个高汤了 那我们要把它变得清澈透明 那就需要这两次 四小时的熬煮 还不是汤底的最终掌 猪鲤鸡与鸡胸肉 姗姗来迟 都被全程强力输出 鲤鸡肉叫红肉 然后我们做成泥 就叫红川 鸡肉呢 我们做成的泥叫白川 清汤呢 是先走红川 再走白川 汤勺搅动高汤 使锅内形成漩涡状石 加入肉绒 转小火慢微 第一个干出火的 让它吸杂子的 就用猪肉 提鲜的 我们还会有鸡肉 撇出肉绒 纱布过滤 如此反复三次 汤色变得壮若白水 清澈鲜亮 干糕完整滑入碗中 竹孙竹心脆嫩点缀 加入清汤 再次上锅蒸制十分钟 汤色纯净 干糕细嫩的干糕汤 将数种肉鲜与清鲜 柔美相融于一身 脱俗亮相 很嫩很嫩 它就是那个 糕的口感 这就是我们川菜的 一个非常大的魅力 越是平凡的食材 越是能彰显烹饪的艺术 陈华用一碗干糕汤 表达着他对川菜的 热爱和追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